效果最便宜的艺人 我终于站上这个舞台了 脱口秀大会我参加了三年的海选 一集正片都没上 我今年终于登上这个舞台 也不是我进步了 就是今年 他们把这个海选播出来了 谁都能上 节目组够的人设 叫什么综艺透明人 就是说我参加过很多节目 但没有人记得我 那我就跟大家数一数 我选秀的经历 我第一次参加选秀 是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选那个迎新晚会的主持人 我们学院就十个男生 老师排除了那些高矮胖瘦 就甚至我跟一个福建大哥 那结果就很明显了 老师跟那个福建大哥说 说你主持有口音呢 大哥肯定不服嘛 说老师赵友诚也有口音 我说我没有口音 老师也说对 他没有口音 我就当上了主持人 这真的不是黑幕 你知道两个有相同口音的人 碰到一起 就会觉得 我们没有口音呢 我把这个现象称之为 口音笑笑乐现象 然后我第二次参加选秀节目 是什么时候 是18年 我参加了一个节目 叫故事王 然后既然有人看过 那你们记得我吗 哇 总共全部的观众都来了 好感动 好感动 那个节目获得了季军 然后我妈很开心 我妈就甚至把我当时领奖那个截图 视频截图贴到我家客厅的中间 直接取代了我家十字秀的位置 后来我妈想了想 直接把我那个领奖的截图 绣成了十字秀 就贴在客厅的中间 后来人就炫耀 我说你看我儿子 参加了个节目 叫故事会啊 拿了个奖 叫故事大王啊 我解释嘛 我说不是故事会 再说我也不是大王 后来我妈就安慰我 说儿子 虽然你在节目里面不是大王 但是你在咱家里 你就是咱家的故事大王 我听完以后就 醍醐灌顶你知道吗 就突然洞悉了一个道理 就只要这个范围足够精准 人人都是大王 就比如说那边什么脱口秀大王 什么焦大吴亦凡 磅礴 对不对 黑龙江省 嫩江县 新月家园 武丹园 四号楼 三零一 一阳千禧 只要范围足够精准 我就是我们小区的脱口秀天王 脱口秀王中王 我今天为什么找李雪芹PK 就是刚才雪芹也介绍了 说是想他找了人拍什么 就是那种短视频节目 叫什么一日情侣 我俩现在站在那儿 就感觉参加《非诚勿扰》一样 一日情侣 然后他第一期选的那个嘉宾 是一个idol 叫穆紫阳 怎么谁都认识 叫穆紫阳 然后第二期就说找我 我当时不知道片酬这个事 我还恬不知耻地问人家 我说你怎么选我呢 第一期找idol 第二期找我了 他说啊 因为我们那个第一期 走向偶像路线 第二期呢 想走乡村爱情风格 我当时特别难受 我说乡村爱情 你怎么不找刘能赵四啊 他跟我解释 因为那个二位确实没有档期啊 我说我刚才就是个语气词 你其实没有必要回答的 好吗 没有必要回答 但我知道 我也不红嘛 我必须蹭一蹭热度 就还是要跟他聊嘛 我说你有什么需求 他说我听说我是拍vlog的 我说到底谁乡村 我那叫vlog 拍vlog 他说你是不是有自己有设备 我说自己有一个设备 他说那这样 你可以带着设备来吗 我说可以啊 他说你如果你带一个设备的话 这样咱们就有两个集位了 摄影师拍李雪芹 你拍你自己 今天呢 我就把我设备带来了 就模仿一下李雪芹 拍下的代表作 李雪芹你好 我是赵友诚 你看咱俩 多宝配 我说 是赵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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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